這一間是我整間屋子 最澀的地方 最澀 Ted你可以站進去 我給你三秒的時間 好 你有 你有看到嗎 攝影棚 最引以為豪的區域 這超棒的 完蛋了 我覺得很多人會問你 請問一下就是 你的裝潢啊 花費 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上午現場賞 我是Ted 耶 大家好 我是六指淵 六指淵 攝影特效YouTuber 號稱網路大神級特效玩家 2019成立無線設計學院 解決設計自學者的煩惱 更推出台灣綜藝素材包 以及扎實入門的Premier課程 讓你輕鬆變成剪輯大師 今天我們是來開箱六指淵他家 他家的東西他在他的頻道 已經分享過了 然後也蠻多資訊 待會對我們的House Tour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他的頻道 有一些細節 27歲 然後這個是他買的房子 人生第一次嗎 對人生第一次 油帶八成 現在是房貸少年團的 先跟大家講 就是我們來開箱他家 他家算是老屋翻新的嗎 25年 中古屋 我這邊是有找設計師的 然後我的設計需求滿棘手的 我很想要那種日式無印封 但又要高科技 這兩個是非常衝突的元素這樣子 玄關嘛 一進來就是要一台平板下下客人 讓人家知道 欸 這邊好像那屋子有點東西 喔 這個平板是iPad mini 對 然後它自己做了一個殼 就是白色烤漆這裡 我之前看有人有那個磁吸的重點 那個超貴 高寶 這個殼才1000多 他們是無印封嘛 所以他把他原本的大門給烤漆了 然後他是烤一個全白的 欸 但是原本的紋路是長這樣嗎 沒有 他就是廠商給我很多 不一樣樣式的門的給我挑 然後我就挑這個這樣 整扇大門也不是以前的大門 沒錯 這邊比較特別講的是 我狗狗 通常都是在這邊 換他的要出門的東西 啊 有時候就會忘記他這樣 他也不太會叫 大家不會敲門叫你 可能要過一段時間 那客廳區這個沙發 家坐起來滿軟的 你可以坐坐看 而且 你這邊本來就不打算裝電視 對 因為 裝電視感覺又少了一點空間對不對 所以我是用這個投螢幕 它是可以降下來的 如果是坐這個位置可能還有點近 可能要往後座才剛剛好 欸 可是你家的採光很好欸 這樣子白天要看是不是要把窗簾拉起來 沒錯 所以我智慧家庭 我就可以講下班 對 對對對 然後就會關按 然後這邊就會比較像在看電 如果我們現在要恢復欸 恢復就是上班 上班 然後就上班 然後就這樣 然後我就可以就升上去 你想要很足夠的空間 所以你就 把一些不要的就捨棄了 然後把那個櫃子都做好做滿 所以就不坐電視鏡了 因為電視真的很讚一個空間 就是它擺在這邊 你什么东西都不能摆了 对啊对啊对啊 接下来我们继续走 这一扇门是机柜 它是从投影机上面天花板埋线进来 然后是你们帮我们装的那个 网路加快的那个 也是Uni版的 对对对 对啊 然后我要设定什么switch啊 什么都在这一柜 对 这边就是手拿柜 对 这边都是系统柜 它拍手 全部都是用压的 好 那我们接着继续往里面走 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家算是好像有格 但又好像没有格 没有格 好 这边是它的厨房 然后它的厨房是真的完全符合无印封 纯白的 但我自己下厨 我是最怕洗碗 所以这边有这个 堪路式的洗碗机 你以前习惯用电磁炉吗 对 我之前都用电磁炉 但是我是用那种一台 对对 一台的嘛 可是那有很多人是火炉到电磁炉会不适应吗 你有这个问题 我没用过火炉 所以没有适不适应的问题 但我想问一下你的冰箱 你的冰箱还蛮漂亮的 哦 这个冰箱其实是超普通的冰箱 只不过把它贴白了之后 贴模了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你是买一台黑色冰箱 然后把它贴白 原本是灰色很丑的那种灰 那就便宜 贴了白之后就完全不一样 贴一台冰箱要多少钱 要6000 你买一台冰箱可能才不到1万 可能我遇到黑了 走到底是它的狗狗的家 对 就是真心推荐 就是下辈子可以当狗 像我家的狗在台北市寸土寸金的地方 也有它自己的一瓶这样 它还是不到一瓶 今天全部半瓶了 好 半瓶半瓶半瓶 那边也好几十万 对 也是价值不菲 它的阳台啊 洗衣机 轰积什么就在那边 这一面是采光银行 其实它家算是单面采光 这一只刚好在三角窗的地方 你怎么弄厉害 从朋友们买的 我想说怎么有办法 这么会找 然后找到这个 而且它家是在算是台北市的精华地段 蛋黄中山区 它家附近是有一些高价道路是非常方便的 你买一瓶多少钱 全壮40 2000 可使用面积耶 30平 可是它30平 严格算两个房间 嗯嗯嗯 CP值很糟耶 它可能很久以前就 对 就有这间房子了 但是它可能很久以前买的时候更便宜 但现在的行情我觉得至少要70 再破 再烂 也要那个价钱吧 对 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看一下 它们隔的第一间 这一间是我整间屋子最涩的地方 最涩 对 最涩 它这一个玻璃屋 Ted 你可以站进去 可以屏蔽的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换衣服 我给你三秒的时间 好 你有 你有看到吗 再一次再一次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是直男 要确定呢 这不是可以播放吗 要背头 所以我这边未来会装投影机 我现在之前预留好 现在这个电控玻璃的运用真的很广泛 然后如果家里面有大面积 你可以考虑玻璃耶 它就等于是一个100寸的大萤幕 可以背头画面 然后在可能一样沙发区域那边往这边看 那你有测试过它这中间有接缝的话 感觉如何 就要习惯它 要跟它和平相处 很难一次弄那么大片的玻璃机 对 这就是一个视听室 这边是会议室啦 就是在那边开会 假设厂商他们需要屏蔽的一个空间的话 那我这边到时候这个就拉起来 好 像这样 哦 那我们就可以干坏事了 我们就开始聊一些不该聊的东西 可是这个收音不错啊 糟糕 我们往那边走 哇 这个浴室真的有花钱 这个是贴的 不是不是 这是涂料 它这个是涂的 微水磨冰雪浴室 一般磁砖不是那个缝会卡垢吗 然后会发霉 那这个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然后你们家的那个 HUME DRIVE 用起来也不错吧 有在HUME DRIVE 人家都以为我这个材质是 硅刀土材质 但其实不是 就可能他们洗手然后把这边弄干 然后他们下一次过来上厕所 诶 干了 对 因为他真的厨师很强 然后他们因为知道这个特性之后 雨衣直接带我这边塞 对啊 我们公司的也是干衣功能 不过他这个水到底是抬到哪里去了 它是一个废实的技术嘛 然后他把水汽吸上去以后 然后蒸发以后 跟着当层排气出去 好 而且 他的厕所也有窗户耶 你厕所是四件事 有浴缸 有淋浴间 面盆 我跟设计师说一定要有浴缸 因为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住过有浴缸的房子 这边再过来还有一区收纳 这边其实我有放Google喇叭 就可以播音乐 还有小辈子啊 便宜泡澡 对 没错 然后还有这个枕头啊 诶 淋浴间也全部都是用 微水磨的 因为它这样子的话就完全不需要贴砖 哎呦 你这是有温控的 对对对 那问一个问题 你自己觉得就是在这边淋浴地板 就撕掉以后会不会滑 还是它很直滑 它很直滑 它本身这个材质就是强调 你不用怕跌倒 就是你淋浴水很多也没有问题 没问题 因为它当时在涂的时候就有故意帮我弄一个斜坡的 对对 这边有一个斜度 那边比较低嘛 对对对对对 他们洗完手以后水往地上涮 随便甩啊还是什么的 完全直滑 对 这不错耶 这个可以推荐给大家 没错 这边是员工上班的区域 其实算蛮舒服 诶 这是backbone的椅子吧 诶 没错 你一看就看得出来好屌哦 很多网络用的感觉 而且虽然是好做的 要让员工愿意长时间久坐 为你工作的话 一张好的也就是蛮重要 顺便跟大家工商一下 我们自己的智慧家庭开关 它都是三个一组的 但是三个一组 我有时候有可能没有那么多灯 但是它三个一组的目的啊 是让你其他的开关 它可以直接设定情境 比如说这一颗就是设定窗帘啊 直接变成开一半一半 对 哇哦 好 再一次 对 那你也可以设定全开跟全关 反正就是你每一个按钮 都可以设定一个自己家里面的情境 像比如说你刚有设定一个下班嘛 刚这个就是设定上班或下班 这个按了就下班 那现在就全关了 然后它的奶灯是在侧面 通常一般是绿色的 然后它们是做一个有点像冷光蓝 看起来是有科技感啦 因为要符合它有那个 无印加科技的要求 然后再按一下现在就上班了 跟李嘉威加它们是同一块智能的开关 那时候是深色的 它自己要DIY安装的话也不会很困难 喜欢的朋友在我们的资讯栏可以找到资讯 这边还有两个座位 这我知道这是你的座位 不是我的座位在我的主卧 这边这两个就是他们跟我要求他们要大桌子 我们那个是这个蓝金隔音床 蓝金不便宜耶 对啊 隔音效果真的很好 附近有高架桥啦 那高架桥照理说如果你是一般老旧的窗户 那个共振跟共鸣很严重 其实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最痛苦 那这边是完全听不到 为什么我们一进来就说他们家很像是一体成型的 它是一个跑道型的设计 它走一圈都走完 它不会说走到这边 然后回头要再走出来 就因为一般走去厨房 你就是要从厨房出来 没错 可是因为它中间这个盒饰是做穿透式的 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像轨道一样 可以这样子绕 好那我们现在就准备要去看他们就是 摄影棚 哦这是摄影棚 最引以为豪的区域 它是自动的 是小燕科技的窗帘 比较难得的是很少窗战者会装这个天花板 的轨道 对 轨道 对 很多时候这些灯 它那个灯架就很占那个点数 那如果把天花板也算进去的话 其实家里频数会变更多 而且这个超多颜色的 而且这个是可以手机直接控制 比如开跟关 然后比如说这一颗好了 我的手机就可以控制五颜六色 就是RGB各颜色都有 而且像我会拿来拍这个浮世的 就如果你要料理啊 拍那个桌面的东西开看 这超棒的 完蛋了 我觉得很多人会问你 监控萤幕在那边吗 对 然后可以直接接那个HTMI到相机 这个摇控器可以让你按看看 哦 这是你的绿幕 对对对 通往这边就要撤掉 没关系就稍微降下来了 啊你有白的吗 白的就白墙 帮着结构它这边就是一个凉 然后有一个凹槽 哦 然后就刚好把它拿来藏这个 很聪明耶 原本色彩师要帮我把它包起来 我跟他说先不要 怎么办我们来开亮他家 我就我们花出多时间在摄影棚 这个真的可以考虑 各位那我们就要离开摄影棚了 主录室就是只有你一个人 对啊 它主录室 彩光也很好耶 对 两面很大的窗户 而且外面看起来绿亮蓝的 白天我是会设定情境 把我亮醒 就是窗户打开然后就醒过来 它自己房间也非常简单 就是我能摆的都全摆 因为我自己真的是很喜欢那种无垠 网美风啊 连保险箱这边才发一金库的 也是白色 它这个是可以指纹 然后对对对 这垃圾总是小牛啊 破牛 厉害吗 蛮好用它可以自己打包 这边有工作的地方 但你这营幕怎么是直接摆在桌上的 我喜欢低牛就直接放桌上 所以你营幕这样 它原本有 这样我就把它拿掉 这边就只有摆一张床 你把那个预算都省在自己房间 你这个是自己组装的衣柜 是IKEA的 而且这些衣柜是从大学到现在 他一定快要肢解了 随着我搬家这样来的 我刚刚有看到公差 有啊 希望厂商 站住衣柜吧 站住一下 想问这个问题 这个是阶梯 对 它是给狗狗用的阶梯 但就是它想要上来的时候 它可以上来 它可以收纳 就是我如果有东西想要放在里面 就可以收纳 很可爱耶 对啊 这个是在哪里买的 虾皮 然后你的玩具柜 大学到现在 他们帽尼阶梯署 跟玩具柜柜人 好啦 那我们已经开箱完 六指缘他家 请问一下就是 你的装潢啊 花费 花260 然后拉到站住150 如果10打10的话 要400多 对 没错 可是有包含 当初拆除吗 有包含 这季费你知道多少吗 一瓶5000吧 10元30瓶 对对对 15万 差不多 你觉得有符合自己心目中的期待吗 有啊 住的算满意吗 因为过程中 我就一直讲我的需求是什么 所以出来就是我老的样子 反正今天还是很开心 就是六指缘来让我们开箱他的家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 订阅追踪我们的IG 然后六指缘的频道 跟IG在这边 然后大家想要学很多特效 跟字卡的 可以订阅他好不好 没错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 大家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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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